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2年5月4日 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 在重庆大田湾人民广场隆重开幕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 为大会提词 把体育运动吐集到广大群众中去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发表讲话 号召大家努力锻炼好身体 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号召 为建设祖国与保卫祖国而奋斗 随后贺龙大步进入运动场 亲自为西南军区队与重庆队的足球表演赛开球 大会历时12天 期间足球 篮球等多种体育项目紧张有序地进行 充分展示了西南地区人民的体育风采 这次运动会声势浩大 影响深远 会号 重庆市体育训练班 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优秀运动员的训练 大田湾人民广场也于1956年3月改建为大田湾体育场 成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 见证重庆体育事业不断发展